哈喽我是草莓啊 由于我买的这个COS假发太丑了 和角色毫无关系 所以我就只能自己找一顶 大色相似的长发自己来造型 但是我也没有过 COS假发造型的一个经验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发型都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化妆吧 先涂一个隔离打底 然后今天是英雄联盟卡莎 这个皮肤的一个仿妆 因为是建模人物嘛 所以脸上肯定都是没有瑕疵的 所以今天选择了一个 遮瑕力比较好的粉底液 从面中往外涂开 接着用粉涂拍开就好了 NARS的遮瑕点涂在皮肤与瑕疵的地方 衣服上翻色遮瑕 遮一下黑眼圈 然后脸上遮瑕 用绳子遮瑕上戳开 衣服修容医就用到 不达MUTE的修容棒 今天只需要把全顾戴一下就好了 因为今天的面部容阔修容的话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被打完了 所以全部这里只需要戴一下就好了 今天修容重点在于面部提亮 它的面部容阔还是比较立体的 而且锐调比较多属 比较有攻击性的长相 今天就是毛个品粉高 之前出过建模妆的修容教程了 今天可以直接照单过来 就是提亮面妆额头大把 带着我面包现的位置 还不是我的太阳穴 然后用打湿几粒出水的三角海绵皮面这边 把它拍开 因为出过详细教程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加快一点点 它的眉毛是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调眉 眉头压得特别低 激进眼头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进眉头 手摸到也摸这个拐角处这里 就是它眉头的地方 然后眉峰的话 就是自己的眉峰就好了 因为眉头压低的话 眉峰自然就调起来了 然后眉尾的话 依旧是嘴角眼角的眼场线这里 OK 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 遮瑕刷再占去高中高发眉头再压一下 下面一个不干净的地方可以再去遮一下 顺便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好了 鼻子接下来的精准修容先不管 其他部分先定妆 依旧用到博瑞美三粉 便宜大碗真的很适合用来烘焙定妆 一点都不心疼 先用刷子在脸上薄薄的定妆疼 再用美妆蛋占取三粉 压在之前脸部提亮的地方 油皮时间可以长一点 干皮的话烘焙一到两分钟就可以扫掉了 看一下干皮也没有爬粉 烘焙定妆丸是一个雅光雾面的一个妆效 而且顺带面部提亮的一个效果 烘焙定妆对于油皮或者是局部出油多的可以延长它的持妆的时间 它的眼妆攻击性也是比较强的 我们今天就换一个偏扁长一点的皮型撕裂型眼妆 它眼妆也是以风黑色为主 我们先占取Omega眼影 把眼部的深邃感轮廓感修出来 主要是加深眼头 然后眼尾 然后往上戴着眉尾的感觉 之前也出过就有个提拉感的眼妆的感觉 接着再占取这个橘红色 着重去加深一下眼头 眼尾 然后往外面 然后竖在一下下眼尾 占一个打底色 去模糊一下边界 把边界修干净一点 再占取这个黑色 同样加深一下眼尾的位置 顺带一下下眼尾 接着换一个眼皮的刷子 占取这个深棕色 你看加深一下眼头双眼皮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条线和这条线 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平型四边形 然后我们再顺带一下我们的卧弹 卧弹的话要画得比较细一点 我带到眼尾这里 然后再用一个遮瑕膏 我本身的卧弹比较大 就把其他多出来的地方把它遮一下 接着占取高光高 然后开一个比较尖锐的眼头 带到卧弹这里 顺带提亮一下我们的眼睛中部 做一个小阶段 然后占取这个光色 提亮一下眼尾 眼头 带到卧弹 接着再把眼尾的眼线往外依染一点点 让它完全形成一个平型四边形 带上一个打底去后去发 每下面的这里 提亮一下 顺带把眼线修干净 顺带把眼线修干净 贴假睫毛前先把自射的睫毛夹翘 然后假睫毛衣就是先贴睫毛的中段 眼尾往上贴一点 调整一下我们眼睛的形状 接着沿着假睫毛的走向往 往外拉出一条眼线 然后眼尾 连接到上面这边眼线 然后把中间这个三角形先冲起来就好了 然后看一下眼头 沿着上眼皮这个弧度往外延长一点 沿着下底捞跟不加深 然后从下方就OK了 下底捞再沾底跟加接睫毛 OK眼中画完了 我们看一下两只眼睛的一个对比 眼线这边眼睛就变成上仰的一个走势了 然后这边还是下垂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鼻部修容了 它的鼻子是一个小小的核心鼻 但是眼窝山根这里是特别深 最密体的 我们先占腿一颗色 然后画一个双C型 是不是感觉立马这一块就立体起来了 然后鼻头的话我们依旧是 画一个方方的核子型 然后往上带 把两边的阴影连接起来 接着往内边的阴影 继续再去搞广告 把修出来的地方 让它去提亮一下 顺便就把我们的山根也提亮了 先下手有点重啊 因为是一个cost 然后就有点更肆无忌惮了 然后再提亮一下我们鼻子边缘这一点 OK 我们再把高光高晕了一下 OK 我们再把高光高晕了一下 接着再占取雅光高光去把边缘 滴干净一点 接着再上一个生姜高光点出来 里头这两个高光点 好三分 另外在这个颜色描出唇部的大概形状 然后用刷子去凝染 然后用刷子去凝染 再叠涂一层透明唇油 再叠涂一层透明唇油 接着用黑色油开把它填实就好了 这也太显瘦了吧 好了这个脸上的图案我已经尽力了啊 这个卡厦绑装就已经画完了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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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